高雄警方在巡邏的時候 看到前方的機車沒有依規定開大燈 想要上前盤查 結果發現這個車牌是遭到通報失竊的車輛 男子聚檢逃逸一路狂飆 最後警方追到四巷裡頭 王犬男子為了躲避警方的追戚 還企圖衝撞警車 最後警方以強制力將他逮捕 在逮捕過程中 發現王犬身上有酒氣 經實施酒測後 呼氣中酒氣溫濃度超過0.25毫克 王犬稱該失竊車牌為路邊失德 後因酒後駕車緊張而衝撞警車 這名男子不僅酒駕 還因為緊張衝撞警車 事後還跟警方說 這失竊車牌是他在路邊撿到的 但警方根本不踩戲 全案意公共危險 切到妨害公務等罪協 移送高雄地監署偵辦 前面的最悲傷警車 這個高雄地監罩 已經返了